張小姐 是女先生嗎 是 怎麼是一個飛彩 不管坐在哪裡 我都一定要讓她知道 我有到現場 因為我都會站起來 跟她大喊 張小姐 她就是... 我都會站起來 我都在放下 我都會站起來 蹙著嗎 蹙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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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曲 李宗盛 李先生在美姐演唱會都會出現 是 你喜歡張惠妹 喜歡阿妹跟SOS S喔 大小S 你是新聞也會收集嗎 新聞我一定要簡報 我們那年代一定要簡報 好簡報 然後什麼新聞一定要追 從追到他們從單身到生小孩 到 到 到年代 結婚 對 整個就是 是嗎 你會上去罵那個汪曉飛嗎 我覺得是他們的家務是不管 我愛他們兩個就好了 這個好 我支持的是他們 好健康喔 這個才是健康嘛 他們的才華 太棒了20年了 有沒有看到 但是像你這樣追兩團 張惠妹跟大小S 如果他們兩個剛好都同時辦演唱會 每一些演唱會 我當然要去大小S 為什麼 因為他們唱歌沒有很好聽 沒有啦 就是喜歡 因為他們的演唱會不是走 好聽路線 他們是走 就是他們真心好笑 而且比較不常伴 對 不常伴 所以妹姐常伴 所以我們都熟了 所以都會去 如果真心好笑的話 那應該是看我的演唱會 對 我有去參加過你的簽唱會 你有來是嗎 我有去過 很難過 我覺得有點面熟 眼熟了 對啊 那個有追大小S跟阿妹 然後因為SOS的時候就是 我們追到已經很熟 因為每天放學 一定要去百分百樓下 因為那是Live的節目 可以看到他們上去 又可以看到他們下來 然後已經熟到 就是小S結婚的時候 他們的喜餅 喜餅跟謝卡都有 真的 還保存著 還保存著 對 都沒吃 沒吃 過期了吧 早就過期了 決定20幾年了 要不然給Amenta帶回去 應該會變減肥茶了 對啊 再來就是阿妹 就是她只要去演唱會 然後到海外微微去 但是我不管坐在哪裡 我都一定要讓她知道 我有到現場 因為我都會站起來 然後在就是talking的時候 跟她大喊 張小姐 然後她就會說 是傳說中的雙口呂先生 加油 張小姐 張小姐 我聽他們很熟悉的張小姐 張小姐 走到一邊來 張小姐 A 妳是女先生嗎 有選到妳嗎 我 記得名字 天啊 7年後我又等到妳了 真的喔 尤其沒有選到妳來唱呢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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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唱得不夠好嗎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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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是每一次都會有一句什麼 兇的東西 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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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世界需要愛 我們的世界需要 張 衛 妹 好 這句 我覺得視為已經變成 阿妹演唱會當中的一個環節 對 我們會調整你 就是 而且每個粉絲 每次只要到了現場 然後看到我說 呂先生 你今天要講什麼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不是想 預先會想好 我就是現場給我的靈感 感覺 進去到那個演唱會的會場 然後聽著他唱的歌 然後他想說的主題 然後我會有感而發的想要說出來 然後錄影的時候 這是他寫的 阿妹親手做的靠音給我 真的假的 生命快樂 還祝我減肥成功 親愛的胖子 對